杨大波一个青春期的男孩对女孩和女人的身体充满好奇 1966年天星小轮家家暴动造成了主人公杨醒波的出生 大波的成长经历并无过人之处 直到1981年一个历史的闪耀瞬间降临到他的身上 大波第一次梦遗了 青春期的到来伴随着诸多麻烦 配音演员老爸想要对她进行性教育 却又语无伦次 而学校的健康课只会引来学生们的红堂大笑 青梅竹马的好友婷婷原来是一个戴眼镜的小女孩 大波并没有把她当作女孩子 突然有一天婷婷开始对大波疏远 开始变得会打扮并交了帅气的男友 大厨同学们两三岁的不良少年泰迪形单影智 偏偏与大波成了朋友 为婷婷离去而伤神的大波很快又有了心仪的对象 那是她家的房客夏孟姐 夏孟姐她是一个歌女长得清纯美丽 在得知婷婷的妈妈在偷渡到香港的途中淹死了 大波连忙赶去安慰婷婷 伤心的婷婷和大波接了吻 那是他们的初吻 学校里即将举办圣诞舞会 大波很想邀请婷婷一同出席 但是婷婷已经答应和帅男友何英俊一起参加 失落的大波不得不和11岁的四眼妹Bestie开始拍拖 挨惹是生非的泰迪大闹舞会 最终退学 大波得知其实泰迪家中贫困 为了养活年迈的外婆晚上也不得不再来打工 大波对这个朋友更是钦佩有加 在一次机会里 大波陪伴老爸工作时 发现老爸和同事打情骂俏 同事狐狸也经常打电话到家里 他更是发现了老爸公文包里 众多的五彩保险套 此时大波的妈妈找到了在大波学校的兼职工作 这令大波在学校里非常难堪被同学笑话 他希望妈妈在学校里能和自己保持距离 泰迪言喘声叫 令大波体会真男人的魅力 但是由于大波是第一次 对方又是泰迪的女朋友 此次破处之旅 尴尬的失败了 大波发现自己11岁的妹妹在和同学拍拖 护媚心切却得罪了妹妹 从此妹妹视她为仇人 夏孟姐找到了一个英俊有钱 但已有家世的男朋友 一次二人九岁同归 但是男友急忙回家 丢下了神志不清的夏孟姐 大波机缘巧合 与夏孟姐同床共枕 但是她并没有想要上来 泰迪得了血癌不幸去世 让大波第一次体会到死亡的距离 学校里传言 婷婷与何英俊分手 因保护婷婷的大波 和死缠烂打的何英俊大打出手 没想到婷婷袒护了何英俊 并和另一个男生约会 大波越来越不懂女人了 大波与老爸坦言 自己怀疑她和同事有奸情 但是老爸奋力地解释 和她推行致富的对话 使大波意识到了男人的责任 也最终原谅了老爸 妈妈用兼职挣的钱 给大波买了摄像机 作为生日礼物 她和妈妈妹妹的嫌隙 也最终消除 最后夏孟姐搬走了 大波也一天天地长大了 记得香蕉成熟时 是由赵良俊指导 百安妮等主演的一部 成功的少年电影 她以独白式地表达 揭露出少年大波 在中学的一段生活经历 独白式的电影 最大的特点 是以主观的想法 去弥补自己 对世界的不知和困惑 虽然失之于偏颇 但也很容易调动 观众的参与欲望 带动观众的情绪